众生相聚啊,都是圆来圆去,圆聚圆散,无非一个圆字。 一个家庭的组成亦是如此,有这样一副对联,把家庭关系说得丝毫不差。 上联,夫妻是圆,有善圆,有恶圆,无缘不惧。 下联,子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 儿女是前世的债主 听说啊,很早很早以前,世间有一个阴阳城。 在那个阴阳城里,阳间和阴间是混杂的。 活人如果很想念死去的亲人,就可以去阴间城去看望。 在那里,人和鬼可以随便交流。 民间有一户人家养着一个独生儿子, 这儿子一生下来就多病,长大了还是治不好。 眼看着病得不行了,儿子求父亲。 爸爸,请你把那匹马卖掉给我看病了,我也许会好的。 父亲呢,就卖掉了唯一一匹重庄稼的马。 钱花完了,孩子的病没有好,反而更重了。 儿子又要求父亲, 爸爸,求你把这座房子卖掉给我看病吧,我的病也许会好的。 父亲就卖掉了房子,住进了窑洞。 最终儿子,儿子还是死了。 儿子死后,老两口天天思念,天天哭喊。 实在熬不住了,老父亲就去阴阳城看儿子。 一位店家听了老父亲的哭诉直摇头。 他听完后,劝老父亲, 回去吧,还是别看得好,看了更伤心。 老父亲不听。 店家只好说,为了保险起见,老父亲要照店家的意思做,否则性命难保。 老父亲同意了。 晚上,店家绑了一个草人放在一张床上, 头上蒙上毛巾,身上盖上被子, 然后退出来和老父亲住在另一间房子里。 大约三更时分,老父亲的儿子来了, 大声问店家今晚的那位老客人住在哪个房间。 店家报了住房号之后, 俩人悄悄地等待。 一会儿,老父亲的儿子骂骂咧咧地从房里出来了, 手里攥着一把长刀。 一边往外走,一边骂, 你欠我的账太多了, 我在你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讨债, 现在好不容易账收齐了。 我走了,你们还天天哭哭啼啼的, 泪化成雨,打得我走不成路。 等儿子走远了, 店家带着老父亲去看现场, 发现儿子把草人的头给砍下来了。 老父亲的心呢,量到了几倍。 从此以后, 老父亲俩再也不为儿子流泪了。 于是, 儿女是前世的债主这句话也就传了下来。 父母与儿女的四种缘 我们生而为人,到人间来投胎, 找父母,这都是缘分。 你为什么找这一对夫妻做父母,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佛经上给我们解释了, 父母跟子女有缘, 如果没有缘, 当面也看不见, 也找不着。 到底是什么缘呢? 我们讲啊, 有四种缘。 第一种, 恩缘。 轮回里, 你曾对你的孩子有施恩, 帮助过他渡过难关, 而在过去世里, 他无法了尽这份恩债, 因此啊, 与你结下了恩债。 今生与你相遇, 感恩你曾经的无私与慈悲, 报恩的孩子, 孝顺有礼, 聪明乖巧, 心生慈悲, 乐于助人。 所以我们对人要广结善缘, 要广结恩惠, 报恩的人才多。 第二种, 怨缘。 过去世, 你的孩子与你结下了怨缘, 你们是冤家对头, 他没有放下怨恨, 今生冲你来抱怨的。 这样的孩子大多性格暴躁, 野蛮任性, 挥霍家产, 足以祸害家庭。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啊, 好的小孩少, 坏的小孩多。 什么原因呢? 作为父母, 对人是不失恩德多, 还是自私自利, 想占别人的便宜念头多呢? 道理就在此了。 第三种, 追过去债。 过去你欠了他或债务, 今生就成为你的孩子, 向你讨要过去的欠债, 直到你把过去欠下的债务还清, 他才停止要债, 所以有些孩子到了几岁就离开你了, 因为你欠下的债都还清了。 第四种, 还钱是债。 就是还债的, 是他欠父母的, 所以他对父母物质生活会照顾很好, 这也要看欠多少, 欠得多的, 那他多还, 对父母物质照顾很优厚, 如果欠得少的, 对父母生活勉强供你狗吃就可以了, 不会给你多余的, 不会给你日子过得很好的, 每个月生活费用抠得紧紧的, 过去父母欠他的不多, 所以他还他的很少。 知道了这几种缘之后, 这一家应该怎么办? 要把这些孽缘转变成法缘。 教, 你要好好地教他, 教伦理, 教道德, 教成父, 教因果, 把过去这个冤债都给他化解变成法缘。 没有定法, 法无定法, 看你会不会转变。 这个道理啊, 老祖宗早就知道了, 所以老祖宗重视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就是转变这个缘, 所以缘不是不能变的, 能变。 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 你对他就不失大恩大德了。 为什么呀? 他本来是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的, 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 教他变成贤人, 变成圣人, 这个恩德多大呀。 来当你孩子的人, 可能是透过与你的亲子关系, 来解决累世的纠缠。 累世纠缠各有不同, 假设你有两个或三个小孩, 其中有一个小孩和你的累世姻缘大, 你会发现这小孩很贴心, 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带领你, 他的脾气比你好, 他比你懂事, 甚至可能是你的恩人, 你的良师益友。 你跟这一类的孩子, 在过去累世的关系中, 基本上是彼此互助合作而成长的。 你也会发现, 有些小孩特别会找你麻烦, 你这辈子都在为他烦恼, 即使走到生命尽头都还放不下, 虽然他带给你烦恼跟痛苦, 可是在你心灵的某一个角落, 你会觉得, 其实跟这个孩子最亲, 因为他是你这辈子最艰苦的任务与挑战。 你这辈子修行要成功, 可能就必须先搞好跟他的关系。 家庭是最扎实的道场, 你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关系搞好, 有办法跟自己的先生、 太太亲密关系搞好, 还要有办法把跟孩子的关系搞好。 这三个关系能够搞好, 你会开始慢慢把你的爱传达出去, 传到周遭的灵人、朋友身上。 许多父母教育孩子往往过度保护, 过度干涉, 过度期望, 这对孩子的身心都很不健康。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正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最健康的父母。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过程当中, 不止孩子要学习, 父母也在学习, 而且父母的学习没有比孩子的学习少, 我们都是在极由当父母来学习怎么样当父母。 从身心灵的角度来看, 好父母的第一要物是把孩子当作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你生下来的孩子并不属于你, 他是极由这辈子与你成就一个亲子关系而来互相学习的, 他是投胎来跟你成就一段亲子关系, 以完成灵魂上的一种成长和彼此情感的交流。 你一定要用一个很宽阔的身心灵的观点来看这件事。 孩子是来陪父母一同心灵成长。 从身心灵的观点来讲, 孩子其实不是父母的, 他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观, 有他自己所有转世的历程, 还有他内在生命的智慧。 如果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上面没有看到这一点, 就会不断爆发冲突。 因为在整个身心灵的观念里面, 当每个灵魂要来投胎时, 他大致已经对他想生存的这个年代, 环境等做了调查, 所有信息都已经储存在他的潜意识中。 父母要成为孩子的踏脚石, 而不是绊脚石, 要信任你的孩子。 他敢来投胎, 就表示他有两把刷子, 他敢来当你的孩子, 就表示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出端倪, 也许他们现在还好吃懒做, 但是请记住, 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所以我们要给予的是机会, 关心, 爱, 还有责任。 你给予这些愈多, 生命就长得愈好。 真正的爱是告诉孩子, 你会做得很好, 而不是不断地去伸出援手。 你开始让孩子为自己的生命做决定,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活得很开心, 做决定的时候, 他学会思考, 学会判断。 一个身心灵真正的亲子关系, 是无条件的关系, 父母为孩子付出, 不求回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